歌手九大暖歌,总有一首治愈你 六年里,说到歌手,大家的第一反应都是电视上大众听沈门磊流满面的画面。 但这眼泪其实并不是单纯的感受伤怀,而是源自于与音乐产生心灵共鸣的那一瞬间,或喜或悲。 所以歌手的舞台上从来不乏感动的热泪,极有款款深情的嗓音,也有治愈心灵的歌声。 TOP九里小冬,后来 李小冬老师一开口就知道是歌有乐力有故事的人,后来这首歌他唱出了一种特有的沧桑感,一开口就满含情感。 最后一段终于释怀,真实地放下一切。一切都过去了,也就看开了。 听李小冬老师的歌就像在听他自己的人生故事。 就连何老师也说,感动了。这不只是唱着后来,这是唱着过往,唱着人生。 有时候一首歌会让你看到时间,也看到自己。 他的音乐不抵阳春白雪之境,亦不昧夏里巴人之俗。 就是真实二字,所以动人,所以治愈。 。 TOP8 徐佳莹,喜欢你。 徐佳莹的这首歌戳中了多少女孩子的少女心啊,整首歌仿佛抹上了一层米,越听越甜。 。 然而其实这首歌是徐佳莹献给自己父亲的,充满温度,用温情歌颂父爱,就跟着这首甜滋滋的歌,让徐佳莹的治愈嗓音给你带来好心情吧。 。 TOP7 张信哲,平凡之路,See you again。 张信哲的嗓音天声喉清韵哑,将朴树原本略略颓废孤独的版本改编了温情从容而又充满希望。 。 平凡之路和See you again的完美结合,无逢前接,情绪前后呼应,充满诉说感,加上和声,有一种刚柔并济的穿透力,让人听得全身鸡皮疙瘩。 。 这些年来,张信哲仿佛从来没有变过,他对音乐的态度永远都是那么认真细腻,歌里饱含声机,似乎在台上的仍是那个刚刚出发的翩翩少年。 。 。 阿哲的治愈功力真的是出神入化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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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情歌。 Sandy版的小情歌并不小,而是缓缓悠扬地唱出了内心辽阔的温柔,用简单的小旋律唱出了大格局,静谧的配乐中,简单纯粹的歌声营造出温柔的氛围,这样成一满满深情款款的情歌脸,心情都被治愈了。 TOP5。 雨拳,再回首。 前奏响起,海拳干净的声音配上淡淡的伴乐,就像是我们少年时期,短暂停歇,与凡略带沙哑的嗓音,把我们拉回现在追忆过去,每句曲调以及旋律都浪漫又温柔,在放肆回忆的歌词和舒缓的旋律中深深共鸣, 雨拳的缓缓诉说,威威道来,不急不缓把这首歌打磨的耐人寻味,那些曾经微小的梦想,不闪亮他人,却温暖了自己的青春年少。 TOP4。 张韶涵,阿彪。 张韶涵,张韶涵自登台歌手以来,可以说是代表性治愈女歌手了。 张韶涵的每首歌都足以单拎上榜,但阿彪是其中最为独特的。 都说,赵磊的阿彪,是赵磊唱阿彪,但张韶涵的阿彪,是阿彪唱阿彪。 一字一句,张韶涵的阿彪唱出来了心中的心安于独定,就算命运多舛,就算挥别青春,心还坚定就没遗憾。 至所有的追梦人,都可以像阿彪那么勇敢,虽甘愿平凡,但不会被现实磨平棱角,争作一只自由的鸟。 从这首歌里,我们可以看到,张韶涵回来了,带着十年前一样的戾气。 TOP3。李健,贝加尔胡盼 李健不愧是音乐诗人,他拥有属于自己独特的魅力。 用钢琴做主伴奏,加入女和声,动人新鲜的真挚。 声音的纯粹,词的真意,曲的曼妙,细细听来,一种深沉却飘然出世的感觉占据心头,仿佛一切尘消都已远去,只有这片赖之音,静静聆听和思考,感受歌带给人的真切。 清澈优扬的歌声,静人心脾,甚至可以闻到淡淡的青草香。 剑哥的质语处是润目气无声,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,还有诗和远方。 TOP2。 Jesse G, My Heart Will Go On 这首歌实在是太经典了,吉林迪翁唱得优雅美,而且借倩因心脏病缺席一周,再次回归时唱到,My Heart Will Go On And On,一语双关,唱得磅礴,大气又深沉,结倩带并挑战高难度的高音加转音,为了演绎这首难以逾越的经典歌曲, 更是表达自己对音乐的信念与热爱,用灵魂在歌唱。 无疑是对舞台和观众最真诚的回馈。 这样纯粹歌唱得结倩,不知有多少人沉醉在他强大的治愈能量中。 每首好歌都讲述了一个好故事,好的音乐人都是有故事的人,听了萧黄奇的《你是我的眼》,深深被里面的故事性打动。 这首歌被翻唱过很多次,但萧黄奇的原始版本仍旧无法替代。 如果说其他版本唱的更多是爱情的滋味,那萧黄奇唱的就是他自己的整个人生,浑然天成,不需要任何技巧上的弥补,这就是他,一个喜欢戴着黑色墨镜的酷男孩,眼前的黑不是黑,内心永远洒满阳光。 萧黄奇用他自己的故事治愈了多少因眼前暂时的黑而受伤退缩的人。